孩子想吃蛋糕 今天就做一款口感绵密的日式清卤料蛋糕 做法超简单,味道不是外面买的 首先把黄油放入奶油奶酪里 再倒入80克的纯牛奶 把它们放入开水锅里融化 边加热边搅拌 把它们加热全部融化为止 然后玻璃碗中打入3个鸡蛋 用勺子取出蛋黄 放入另一个碗里 再用打蛋器把它充分的打散 再倒入融化好的奶油奶酪 再用手动打蛋器把它充分的搅匀 搅拌成无颗粒的酸奶糊状即可 准备20克的低筋面粉,10克的糯米淀粉 把它倒入蛋黄糊里 再把它们搅拌混合均匀 搅拌成无颗粒的浓稠糊状即可 再准备50克的白糖 蛋白粒滴入2滴白醋 再倒入白糖 用打蛋器中高速的把它打发 打发至冒大炮 打发至有纹路 提起有弯钩就可以了 然后挖两勺倒入蛋黄糊里 用打蛋器上下的方棒均匀 方棒成颜色一致 再把蛋黄糊倒入蛋白里 再用打蛋器上下的方棒均匀 同样的换半层颜色一致就可以了 六寸的母鸡里铺上一张油纸 把打好的蛋黄倒入母鸡里 从高处往下倒 再用手震几下震出气泡 烤香热热盘子里装一些水 上下火130度烤60分钟 60分钟后把它调到150度 给蛋糕上一下色 上好色后就可以取出来了 这样我的青乳酪蛋糕就烤好了 再把它滚动两前 让旁边自动脱模 没有完全脱模的用刮刀刮一下 这样就能轻轻松松的脱模了 这样口感绵密又非常多的 日式青乳酪蛋糕就做好了 做法挺简单的 以后想吃就不用去外面买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呗 我是明仙 我们明天见 拜拜